因为可能我会觉得说 二十岁到三十岁之间 需要去先奋斗 然后要先能够做到经济独立 然后包括就是一些财务自由 之后才会去考虑结婚 就是觉得结了婚以后 就是面临着要有孩子呀 有孩子以后就 就各种问题都出现了 三十岁好多都没结婚呢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 房价大压力太大了 就是说今天往后推迟吧 没有碰到合适的人吧 我觉得碰到合适的人 会比什么时候结婚更重要 挑战好一方面 他自己能自立也是一方面 他不只让别人 他自己能审承 而且家庭挑战好也是一方面 就是想法不一样 现在年轻人越来越觉得 原来我自己一个人也可以 很多年轻人他并不认可 婚姻就是恋爱的唯一归宿 他觉得可能两个人谈恋爱在一起 满自由也是一种陪伴 以安慧来看 实时未婚青年男女推迟结婚 主要是因为文化 还有经济 还有人口结构 以及传统观念和就业方式 等问题所造成 特别是95后 他们从他们身上 都明显地感受到 自我意识的增强 然后我们越来越重视了 就是婚姻的自主选择 和这个婚姻的质量 所以这个结婚年龄 这个退后的现象 现在是很普遍 感情基础为前提吧 物质现在怎么说呢 都挺难的 你就算物质再好 你还会想要更好的 就是不要为了结婚而结婚 这样的结果可能也不会很好 就是我会情愿多等一等 等到那个合适的人 再去结婚这样子 就来这里领证 看到那个很红很正的 这种场合的时候 觉得我们是真的 就马上从法律上 认可是我们是夫妻了 还是觉得很神圣的 我觉得不是必须的 不是必要的 但是当你就是 当然婚姻是 对于一部分人来说 它是美好的 所以当你还没有尝试的时候 当然是可以去尝试 但是它也是需要 谨慎地去维护的 所以可能我会觉得说 婚姻虽然不是人生 必须要的一部分 但是它也是美好的 晚婚的话 可能双方都会成熟一点了 你像我们现在看身边人 年轻一点的朋友 步入婚姻的 他们所碰到的问题 在我们看来都很小了 而且他们所争吵的问题 在我的生活里面 可能不会因为 这些问题去争吵了 会更成熟一点 然后两个人 就共同地去规划好未来 然后就慢慢地 步入正轨过日子就可以了 在我们国家的时候 这个它是比较一个 长远的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解极好 对我们国民经济 社会发展 这个很好的好处 人口战略 也是一种经济战略 社会战略 它是千千万万个家庭 所组成的社会细胞 如果这种细胞 如果要组织得好 对我们社会 是有很好的好处的 如果我们把这个问题解决不好 将来给我们社会 要增大很大的麻烦 尤其是我们的经济问题 这个问题非常重要 所以讲在这个经购 这个人口 和于这个家庭关系当中 必须要健康 稳定地 好的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